好了 因為我看到裡面有箱子 我看到老婆就要幫我設閉碼 人家就是我沒錯 今天呢 我終於第一次在家裡拍影片了 那為什麼會在家裡拍呢 因為我今天大家應該有看到前面就是 我要來拍一個開箱文啦 就是這箱非常的大箱非常的重 我家現在沒有桌子 然後我現在放這個東西的桌子是我的行李箱 所以我沒辦法坐著講 坐著講的話我會想這樣 被淹沒這樣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要先來看看說我買了哪十樣東西 因為呢 有些就是我選的時候 就特意選了一些我們台灣不會有的東西 其實它上面也很多東西就是台灣沒有的 真的 來看我們第一樣是這個 其實我不知道它是什麼牌子耶 那這一瓶的話它是什麼口味呢 我來看一下 因為我買了兩個 一個是荔枝 一個是蜜桃烏龍 那這一瓶的話是蜜桃烏龍 我來喝喝看 味道可能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濃那麼好喝 但是還是不錯的可以解解解解那種想喝茶的印 好那這一瓶就是 那現在第二個呢就是這個荔枝紅茶 這個荔枝紅茶 好喝耶 我覺得比蜜桃還好喝 就是因為它的荔枝味比較重 所以呢你的茶味也會蠻重 然後會比較香 就是喝起來的口味會比 剛剛那個蜜桃的還要再濃一點 它叫什麼 這個叫做 U豆板燒 然後呢 像我們平常吃的那種就是 辣辣的 腌肉條啊 或是什麼 只是它這個是做成是 裡面好像是 豆腐 豆腐這種東西做的 那我們現在來 拆開吃吃看 難道 我很能撿兜 來吃吃看 我很怕我一拆開 它全部流出來 因為它看起來蠻油的 真的 可能是 我不太吃 辣 辣油的辣我不太吃 豆干啊 豆干 豆干被 壓扁 十分滿分我給 午飯 老奶奶花生米 因為在韓國啊 我很少吃到 花生 因為我真的太想吃花生了 就是完全很想念 就是阿嬤草的花生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花生 就是一般的花生 那我現在吃吃看囉 嗯 這我覺得我一天就可以吃完了 十分滿分 我給 八分 這個我給八分 因為 我喜歡吃花生 好 阿這個我等一下放到地上 就給我全部灑出來 這個是什麼 酸菜 因為我本人阿 很喜歡吃 酸菜 但是因為這個酸菜 我不可能現在現餐 給 試吃給你們看 所以這個就 越過喔 恰恰香瓜子 這個香瓜子 大家應該都吃過吧 這個我們台灣就有了 那這個也 越過喔 哇 八寶洲 這個哇哈哈八寶洲呢 它是有 富含桂圓蓮子 開了 就是裡面的話呢也是這樣 蛤 可是它好像沒有紅豆欸 它就是大豆跟 糯米嗎 它沒有紅豆味 就變成說不夠 我覺得不夠入味 那這個寶寶洲的話呢 十分滿分我給 六六六分 紅燒牛肉麵 小張家紅燒牛肉麵 然後我來猜猜看 大概是什麼味道 因為它是 紅燒牛肉口味 沒有吃過紅燒牛肉口味的 方便麵 然後我來吃吃看 它不用再灑粉 它可能就是本身麵 就是炸這個味道 然後 小小的捏碎一下 那我覺得這個不要捏太碎 不然 就生不出味道了 因為我完全吃不出 紅燒牛肉的味道 所以我在懷疑它是不是裡面有調味包 我找一下 好吧 這蠻無言的 這個 小張家 紅燒牛肉麵 十分滿分我給 三分 最後一個呢 這個叫做 是 藍花豆 藍花豆呢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它這裡是像這樣 像我們蠶豆酥啦 你們看 這是感覺怪怪的 就是 先放下去 我吃一個看看 这个我要给最低分 根本就吃不出五香味啊 而且 含豆香也没有 完蛋了 我想说这次啊 送来我非常的满怀期待 你知道吗 我越开分数越低 是什么一回事 真的傻眼 好啦 好吧 感觉这个影片 就要因为分数低变废片了 好吧 那我今天要来做一个结语咯 从刚为止 大家看完我吃东西之后 有没有觉得说 有哪些东西是可能是 你吃觉得好吃 但是我吃 我竟然觉得不好吃了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 然后让我知道 还是说我吃的方法错误了 这样子 那今天的影片 大家就到这边啦 如果各位呢 有什么 呃 之后还想要看的影片的主题啊 或是说 嗯 给我的一些意见啦 都可以留言跟我说 然后 我都会回应给各位 那 如果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 就帮我按个喜欢 然后分享出去给大家看 顺便帮我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咯 安妞 再见 再见 拜拜